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藏宝的地方 买宝的 盗宝的 那肯定会死人 越是这样 那就越证明洞里面真有宝贝 这么一下 有人就鼓起勇气又进了胡贤洞 再发现白骨的地方 它继续往下挖 那结果怎么样呢 骨头底下还是骨头 一根一根一堆一堆 简直就没完没了 肯定肯定骨头好几次老婆 数量之多 下脑子我看着来 我这个看着那么多骨头 可惜的是啊 除了骨头 大家想找的东西呢 那比如财宝 棺木 陪荡名什么的 那却一件也没有发现 这下呢 头里肯定有点真心话 说灿吧 那得死了多少年 哎 又老人就说了 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轻重啊 这个胡仙洞呢也是能万化的 啊 洞里的骨头 那肯定就是当年胡仙吃剩下的骨头 老人的话呢 信的人当然不读 可洞里面挖出来的骨头 却让村里特别是村干部 睡不好觉 不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 村里那肯定消停不了 怎么办呢 他们赶紧把这事报个给了上去 在当地政府的联系下 很快就有两位中科院的专家 赶到了三里消息 您觉得这里面这个骨头的 这个骨头这个量啊 确实比较惊人 而且确实非常负极 而且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 分布范围还是比较有规律的 什么规律 就是说它呢不是那种散漫的 从上到下一直都有 它是在一定位置上 在一定区域内 它的密度非常大 而在其他的区域呢 就是零零散散甚至没有 我是泡了三千个洞 对呀 没有见过第一次 这么大的密度的一个洞 对 来的这两位专家 各种古代墓葬尸骨 那都见过无数 不过呢 像胡仙洞这么密切的骨头 他们却是第一次见过 当然专家他就是专家 一看骨头 他们就断定 这些骨头的年代很久远 跟鬼子的这个万人坑 杀人埋尸的这个凶案现场 那应该没什么关系 那至于他们是不是人的骨头 为什么会如此集中的在一个山洞里 那还得研究一下才是 所以他们决定找几个人 在洞里继续开挖 而这一挖呀 人们在大洞里面又挖出了一个小洞 洞口呢 很窄 里面呢 是又深又陡 借着梯子 两位专家才下到了小洞里头 那么这次他们会发现什么新的线索 上线说到 专家呢在弧线洞里面又发现了一个小洞 那么小洞里面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哎 说出来呢 恐怕要让你失望 小洞里除了骨头 也还是骨头 很多骨头还密密麻麻的接在了一起 看 这边全是骨头 能看清吗 它是和这个土都融到一块的 不仔细看 都看不出来了 你看 骨头 满墙全是骨头 为了测量地底下到底还有多少骨头 那么专家呢找来了淘谷用的洞阳铲 谁知道呢 这一铲刚打下去没多深 就扒不出来了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简单 说明这地底下 不是松软的泥土 还是一层层的骨头 大家看我现在手捏的一个位置 刚才我们把这个洞阳铲放到顶面以后 我手做的记号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把这个洞阳铲这个铲正直 我现在是一米七几的身高 现在我都很难把这个洞阳铲正直 绳子的长度是82 洞阳铲的刚度 刚才我们已经测量过是两米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次下巴的这个纵深的深度有两米82 这个深度加上我之前咱们测量过的这个这个骨头藏的深度一米的深度 大概加在一起有三米八色将近四米的深度全部都是骨头 总之骨头呢实在是太多 你想要弄清数量那几乎不可能 于是呢专家们决定 不管数量先把骨头的种类搞清楚 因为没有带鉴定的仪器呢 他们在骨头堆里面翻啊找啊 希望能够找出有明显特征的骨头来 很快 一块个头不大的东西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块小骨头呢尖尖的弯弯的像是某种动物的牙齿 但比一般动物的牙齿呢又要大得多 那这会是什么东西的牙齿呢 研究了半天 专家确定 这应该是一颗老虎的拳齿 狼啊 那些豹子啊 那都是石油动物 它都有两个大的拳牙 但是呢 这些都不能过老虎的拳牙 它是小的东物 一样也比较大 也比较长 牙根也比较长 所以在这种是比较大型的石油动物 第二个来 它来拳齿的我们叫牙冠 就是上面部分有很多的它的勾纹 原来老虎的拳齿上啊 它有一些特有的勾纹 俗称血槽 那么这些勾纹呢 能够让老虎在撕咬猎物的时候啊 不被猎物的血呢 塞住牙齿 洞里有老虎的牙齿 那难道说弧线洞里的骨头 那都是这老虎啃完的猎物骨头渣 可是一调查了 这个老虎的习性 大家呢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它就是随地捕刷 捕刷随地又吃 它绝对不会把那个东西来带到动物里面 那么 还有别的什么可能 接下来呢 专家对动力已经挖出来的骨头呢 进行了一次仔细的分类和鉴定 结果发现骨头虽然数量众多 但品种呢其实不多 除了几个老虎的牙齿 其他的基本都是羚羊一类的食草动物的腿骨 到这时啊 白骨洞之谜呢 那算是破解了一半 至少知道了骨头它不是人骨 是动物的 那接下来问题就是 这数不清的骨头 它怎么会密密麻麻的聚在这种弧线洞里面 哎 要是这山洞里面发现的众多白骨的事情呢 别的地方那也不是没有用 还记得吧 咱们以前曾经说过一个万古洞的故事 那年呢 贵州安顺歪寨村呢 它就发生大旱 那为了寻找水源呢 有个村民他就钻进了寨子边上一个叫无底洞的山洞 进洞没多久 他就看见地面呢 有一堆白花花的东西 拿手电一照 一码 只见满地的白骨 有的看上去呢 还像是人的头盖骨 那么消息传开之后呢 有人就说了 说这个洞啊 它的明朝张献中屠杀百姓之后扔尸体的地方 那也有人说呢 说洞里的白骨啊 它是解放前土匪和山贼留下的罪证 闻讯之后呢 警方和这考古专家就组成调查组 专门进洞进行了调查 感情啊 这事情没有那么恐怖 洞里面这无数的白骨并不是人的 而是猴子 那么洞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猴子骨头呢 那么经过对骨头的检测呢 还有对洞口的实体观察 专家确定 歪寨村附近的山上 生活着大量的猕猴和叶 而无底洞口 正是猴子们平常追打玩闹的地方 你要知道 无底洞 它是一个垂直的云洞 越过洞口的平台 那就是几十米的深渊 所以呢 经常会有这尸族的猴子呢 从洞外它掉进了这几十米深的这洞底 分身碎骨 天长日久 洞里面这猴子尸骨呢 越来越多 也才有了这个一度让人弹之色变的万古洞 哎 贵州万古洞里之所以有白骨 那是因为不断有猴子往里掉 而这湖仙洞里面有这么多的动物骨头 那又会是怎么回事 哎 专家们在心里出土的这骨头的时候呢 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什么呢 洞里的骨头虽然多呀 却拼不出完整的骨架 那么这个骨头几乎都是动物四肢的残骸 很少能够发现它们的脊椎骨 更没有完整的头盖骨出现 它不是完整骨架 也不是非常破碎的东西 而是初步考虑同志一头 最多的是它的前肢或后肢 那么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呢 专家说啊 说最大的可能的就是 那些动物在被带进白骨洞之前 它并不是活着的 也不是完整的尸首 而是已经被肢解过来 肉最多最好的部位 那比如说前后腿 它就被带进了洞里 而没肉的部位 你比如说羊头 羊脊椎呢 在洞外面啊 它就被扔掉 而有能力做这件事 除了人 还有谁 再一联想到这三里郊村 曾初见过一位将军 大家那就想了 说这些骨头呢 会不会就是当年这个将军 和他这手下的兄弟们 在一块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留下的遗迹呢 哎 顺着这条思路呢 专家们又展开了发掘和研究 可让他们失望了 很快 这个猜测呢 也被推翻了 为什么呢 第一 在洞里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类 活动过的痕迹 第二 通过对骨头和胡仙洞 吐层的碳十四年代检测 专家惊喜地发现 这些骨头的年代 大大超过了 他们之前的想象 找到什么时候呢 三万年前 现在我们这个年代 学做出来了 大概是三到四万年 这么一个年代 三四万年前 那跟这明朝那件事 那肯定是没什么关系的 不过呢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专家们在胡仙洞里面 很快又发现了 新的现场 什么呢 一些石头 我都看到你好多石块 我那骨头都一块的 跟你石块就很重要了 你能不出来 但我能出来 是不是人工打字的 还是人工磨了的 还是一个石片 它原来是一个大石头